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这个季节是挪威采蘑菇最好的季节 今天还是跟我一起来采蘑菇吧 然后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采完蘑菇之后的一些蘑菇的做法 挪威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白天的气温大概在8度左右 夜间的话是3到5度左右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采蘑菇 挪威的森林 这种蘑菇挪威语叫做康塔瑞拉 我的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 但是它的中文名叫做鸡油菌 国内有的朋友说在国内的话 也是有这种蘑菇的 但是我在国内从来没有采过蘑菇 还是在挪威来挪威之后开始采蘑菇的 看这个 这种的话就是也是康塔瑞拉一种 但是它叫做特拉克的康塔瑞拉 因为总有朋友在问我就是采了这么多蘑菇之后 要怎么处理呢 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这些照片是我在网上找的 然后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普通的做法就是把蘑菇直接炒 然后放在面包上 这个特别的好吃 然后另一种的话就是放在披萨上面 然后跟这个培根在一起也非常的好吃 这种是跟鸡肉在一起面炖 然后放上各种调料啊 蘑菇充当一下配料啊 也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的话就是跟三文鱼 还有这种三文鱼 你或煎一下三文鱼 或者是煮一下三文鱼 然后把蘑菇当配料 还有土豆 还有一些青菜加一起 都是非常好吃的 还有就是跟牛肉在一起 看这种牛肉还有带雪的这种 但是根据于个人口味不同 你可以把牛肉煎成八分熟 或者六分熟这种 然后放上一些蘑菇 这个的话就是跟鸡蛋一起吃 也是放在面包上的 还有培根 也是非常好吃的 这个的话就是跟米饭在一起了 也是把蘑菇炒完之后 直接放上米饭 就跟那种盖浇饭差不多 这种是跟面条在一起面 就是我们常说的pasta 意大利面 这个应该是黑豆吧 然后也是跟它在一起 这个就非常简单的 是跟西兰花 还有土豆泥在一起 这种的话是跟泡过的黄豆 然后在一起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把这种蘑菇加入汤中 然后这汤的话是倒入牛奶 也特别的好吃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蘑菇的做法 你在清理完蘑菇之后的话 可以用水煮一下 然后把它分成一小袋一小袋 放进冰箱里 这样的话下次吃 再拿出来化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挪威最不缺的就是山林 所以说这种蘑菇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今天关于蘑菇的做法就介绍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